台股市场31号正式封关 虽然走势开低走低下跌56点 收在11997.14点 跌破整数关卡 不过回顾今年表现 台股累计狂涨2269.73点 涨幅23% 写下10年来最佳成绩 整体市值增加7兆3000亿 换算台湾1000多万股民 每个人净赚超过70万元 基本上是不错的 这次很多都是没有赚到钱的人 可能抱着小股票就赚到钱了 台股这么夯 最大工程就属半导体产业 台基电光是2019年 从219元一路涨到331元 市值增加2.82兆 全年股价涨幅53% 而大力光全年涨63% 联发科更是上涨101% 整体半导体产业市值 已经超过10兆元 那主轴的部分来讲 应该还是从手机产业 那所以相关族群的一个部分来讲 下半年有出现这个 激起直追的现象 那无论从组装 甚至到半导体 甚至这个所谓相关的 零组件的一个部分 都有一个比较强势的演出 盘点台湾资本市场 2020年走向 利空因素包括市场涨多拉回 法人获利了结 但台湾总体经济第一季相对好转 美洲贸易战情势缓和 尤其新台币31号涨到最高29.968兑1美元 显然资金行情并未消退 对此数我们目前来讲 最大利空应该就是所谓的涨多位节偏高 但是无论从任何的基本面或资金面 各样的条件来看 这个台币升值趋势还没有结束之前 我认为说这个资金流入的资金行情 持续推动台股的一个状况 应该还有机会延续 分析师表示 外资法人圣诞节前后操作较淡 但并没有明显偏空操作 加上月线有称 2020年指数将在12000点震荡整理 不排除网上攻坚 就看明年台股能否有更亮眼成绩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一豪沈为童 台湾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